头粪分队9月18日14时11分接获报案 于头粪辖内发生住宅火警 值班人员获报后 立刻派遣头粪救灾车组出勤 并持续联络报案人询问现场状况 同时第三大队部三湾 竹南分队救灾车组已前往支援 抵达时一层楼铁皮加盖建筑物已全面燃烧 火烟从门窗窜出 索性住宅无人受困 消防人员立即布现于火场正面压制火室 并于两侧出两水线局限火室 信贷快速积极强救下 迅速扑灭火室 再三确认火室熄灭 且无燃烧 无危害一律后 收拾装备反对